- 早安,我是馬古 2003年選球會 一名身高60的矮個子控球後衛 在第八順位被選入 飛快的切入速度 即被稱為跟魔術強盛一樣 能夠預測球場上動態的傳球 想也知道Ford到底被寄予了多麼高的希望 至於他的職業生涯發展呢 就接著看下去吧 生於德州 長於德州 甚至連NBA生涯最後的收尾也在德州 如果要稱T.J.Ford 是德州土生土長的最偉大的籃球人之一 我相信也不為過 Ford有一個在休斯頓當地街頭籃球場上 小有名氣的父親Leo Ford 自然從小就耳濡目染 他還記得第一次接觸籃球是在一間連鎖店 那個時候他才不過4歲而已 和哥哥用的小朋友玩的塑膠小籃框 小籃球蹦蹦跳跳了好久 從那之後就愛上籃球了 兄弟倆還會在家裡打全場 從客廳到廚房 再到房間 滿屋子跑來跑去 年紀再大一點之後 Ford就和父親及哥哥跑在籃球場上 有的時候一待就是一整天 不過當時年紀還小的Ford 只把這當作興趣 不曾將他當作是能夠改變人生道路的力氣 家人們也不曾逼迫Ford一定得打籃球 而是讓他自由的發展 直到Ford十一十二歲 看著家鄉球隊休斯頓火箭隊 在Hawking Oradjuan的帶領下取得二連霸 才下定決心全力投入在籃球之上 Ford高中就讀於當地具有實力的傳統名校 威露瑞吉高中 在這幾年他的球技有了爆炸性的飛越成長 除了上課、吃飯、睡覺 Ford的絕大部分的時間幾乎都花在籃球場上 當時身高只有五尺十寸的Ford 在籃球場上幾乎都是最矮的那一個 他自己也說 我其實還蠻習慣的 我從小就長不高 所以都只能打控球 但是我擁有上帝賜予我的控球天賦 我很難說清楚是什麼意思 感覺就很像我能知道球場上接下來的動態一樣 高中一年級時 Ford只為校隊出賽了五場 但是從二年級以後 他開始成為了不動的先發主力 在高四賽季結束以前 他幫助學校拿下了跨賽季的62連勝 並且高三、高四兩年間 威露瑞吉高中也在Ford的率領下 拿下驚人的75勝一敗 高中四年級攪出了場均12分的得分 看起來很普通對吧 但是9.44的助攻 對於高中球員來說算是相當了得的 更不用說拿驚人的7.84超級 Ford的快手常常讓對手控球後衛 沒辦法順利的帶球過半場 Ford在高中時不只為了學校籃球隊出賽 他還曾經代表當地的業餘聯盟出賽 矮小的身材在眾多高個子裡面顯得突兀 但是充滿靈性的控球技巧 及飛快的切入速度 也瞬間打響了他的名氣 同年獲邀參加賣當勞明星賽 上場了35分鐘是全場之最 而且全能的身手還差點拿下大三元 接二連散的好表現 將Ford的聲勢直接推上了頂峰 被許多球探球評評為全美最佳控球後衛 高中畢業後 Ford一開始的首選其實並不是當地的德州大學 他對於大學籃球其實沒有什麼研究 也沒看過幾場球賽 幾乎都是看NBA而已 但是在Ford看過的少少的NCAA比賽中 他對於喬治亞理工學院情有獨鍾 原因不外乎就是因為這所學校出閃了西風 Marbury、Kenny Anderson 這些球風刁鑽的知名後衛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Bobby Kremens教練 Ford希望能夠在他的麾下打球 不過隨著Kremens教練在2000年退休後 Ford有了完全不同的想法 也找不到什麼非得要去喬治亞理工學院就讀的理由 他思考了一段時間決定前往家鄉學校德州大學就讀 除了教練Rick Bruns之外 當然還有部分原因跟劉山峰選擇鄉北隊一樣 就是離家近 德州大學離Ford家只要兩個多小時的車程而已 Bruns教練也為Ford加盟感到興奮 擬定了一份讓學校重返NCAA列強的計劃 Ford大學一年級的表現可以說是名流輕史的 他是歷史上第一位大一新千人拿下助攻王的球員 整年下來平均可以有8.3次助攻 還外帶著同樣不差的10分2.20抄截 Ford大學第一場球賽就拿下了14次助攻 經驗全場 只是可惜的他在末節腳踝扭傷 而造成球隊吞下了敗仗 加入德州大學的第一年 直接幫助球隊來到了甜蜜16強 在爭奪8強席次對上奧勒岡大學的比賽中 雖然德州大學一路落後苦追 但是最後23秒 他們有了一次拿下超前比數的機會 可惜的是 James Thomas的加罰沒能夠罰禁 70比70的情況下 Ray Jones強行切入 幫助奧勒岡大學拿下了超前的2分 時間剩下2.8秒 只能從後場發球的德州大學 將球交給速度飛快的Ford處理 很可惜的 追平的拋頭沒能夠拋進 雖然在16強止步 但對於德州大學來說這已經是相當成功的一年了 Ford的出色表現也讓他拿下了年度最佳新人 隔年德州大學一路過關斬將來到了四強 Ford的表現也較前年進步 同時拿下了五登獎 及乃特史密斯獎 等NCAA兩大殊榮 在四強的對手是當年的冠軍雪城大學 德州大學一路落後 雖然並沒有讓比數完全失控 全程幾乎都是緊咬著比數不放 但最後雪城大學還是在卡梅諾恩森裡 全場以6層的命中率 拿下33分14籃板的優異表現下 以11分之差淘汰了德州大學 看似一切順利美好的旅程 在一次德州大學主場的鬥牛比賽中發生了插曲 那是在德州大學結束球季後的表演賽 Ford也在這之前沒多久 確定自己要投入2003年而兵業選秀 在一次切入時一頭撞到了隊友Royal Ivy身上 倒下過後他發現自己脖子以下完全沒有知覺 手動不了腳也沒有感覺 緊急的送往了醫院 就這樣躺著過了10分鐘 20分鐘 30分鐘 最後是兩小時過後才慢慢的恢復了知覺 Ford當時只想著 我完蛋了嗎?NBA怎麼辦? 我會不會一輩子就這樣了呢? 至於為什麼會這樣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腰椎管狹窄症 這個Ford在高中時就被檢查出來的毛病 雖然醫生建議要動手術 但當時Ford的症狀十分的輕微 而且也沒發生什麼非得要動手術不可的情況 和家人們商討過後決定不進行手術 幾個星期過後的NBA選秀會 那年星光翼翼 有救世主Labrond James 剛率領雪晨大學拿下NCAA冠軍的Kamino Anthony 蹲衛 Ford在第八順位被密尔瓦基公路隊給選中 雖然球隊知道Ford的身體狀況 但仍相當看重他的潛力 順帶一提 雖然是第八順位 但控球後衛也僅有 看薩斯大學的Ker Henrik 派在Ford的前面而已 Ford一加入公路隊後 馬上就成了球隊最新來的後場指揮官 他第一場球賽就是面對自己 小時候抗NCAA的球員Kenny Anderson Ford攪除了11分 其助攻兩抄截 驚人的是 身高只有6尺的他還抓下了11個籃板 完全將老前輩給比了下去 Ford職業生涯的第一個賽季 表現算是符合預期了 一場比賽可以有6.54助攻 1.1次抄截 他飛快的切入速度 及傳球視野讓人充滿了期待 唯一可以挑剔的地方 大概就是投籃命中率了 Ford在大學時射程就不算廣 上了NBA之後更慘 2分球命中率不到4成 3分球命中率不到3成 這樣悲慘的命中率 對於一個身高僅有6尺的球員來說 算是還挺罕見的 不過雖然投籃命中率不盡理想 但打球聰明的Ford 就是有辦法找到方法來幫助球隊 然而事情就發生在2004年2月24日 剛結束全民競賽後沒多久 攻入賭場迎戰輝浪的比賽 Ford在一次擋拆後切入禁區 挑戰Mark Madsen 雖然成功的要到犯規 並且放進了2分 但是想也沒有想到 投進這個2分之後 又在上場投進球 需要等到1年半以後 擋拆 這個每個晚上Ford 不知道要重複過多少次的動作 防守的Madsen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犯規動作 就只是一個普通阻擋投籃的動作而已 但是Ford落地時 背部直接著地 再一次的 噩夢席捲而來 Ford脖子以下完全麻痹 無法動彈 連用手 將身體撐起來的離析都沒有 只能用單架緊急送往醫院 Ford的母親 從小對著愛蹦蹦跳跳的他吼著 小心摔下來 小心弄傷了你的脖子 只是沒想到 這次真的成真了 接受了初步的治療之後 Ford雖然恢復知覺 也能夠正常的行走 但是時不時的會有麻痹感 不僅自己感到緊張 公路球團也十分的擔憂 於是將Ford送去了洛杉磯 群球計算名醫 Robert Watkins的治療 決定進行手術 想辦法根絕這個可怕的毛病 手術後的日子才是最難熬的 Ford先回到老家休斯頓養傷 他的季節 為了照顧他持續工作回到家中 而他的哥哥也因為這個原因更常回家 或許可以說是因禍得福 Ford的受傷讓全家人感情更加凝聚更加密切 當然啦 這並不是說他們家原本感情不好啦 從董事以後 幾乎跟籃球形影不離的Ford 被迫只能躲在場邊或是電視機前面看著籃球賽 將屬於生活重心的籃球抽離以後 Ford陷入了深思 他以前從來沒有思考過 如果沒有籃球還能做些什麼 以為這件事離自己還很遙遠 過沒多久 Ford決定成立兒童基金會 為了社區的孩子盡一份心力 動完手術後 Ford一直希望能夠趕上下一個賽季 他努力復健 期望能夠在10月回到球場 不過要知道的是 剛動完手術的Ford 連要做10下伏地挺身都相當的吃力 況且動的又是脊髓的手術 自然醫生格外小心 雖然手術相當成功 但是復健進度不如預期 所以一直沒有放心 不要說回到NBA了 連每日正常的籃球訓練課表也是禁止的 就這樣賽季進行到1月時 公路球團直接宣布TJFord 本賽季將不會回歸 也就是Ford的第二年職業生涯直接泡湯 一直到了6月 也就是2005年總冠軍賽打得如火如荼的時候 Ford才終於得到了醫生的放心 開始進行了籃球訓練 從小生長在休斯頓的他也找來了John Lucas 來幫助他進行訓練及指導 醫生再三強調 一開始的訓練完全不能有任何的肢體重撞 也由於這項指示 給了Lucas更多的時間來修正Ford 不算靈光的跳頭 Ford整個夏天投了幾十萬球 Lucas給他的課表示 每天都要投5000球 而且是投進才算數 實在是相當的櫻木花道 Lucas不只針對他的體能及球技上面進行調整 還幫助Ford進行心理的建設 畢竟連續兩次發生這種事情 想也知道 Ford對於肢體衝撞上會有多麼的不安 生怕自己是不是會再發生一模一樣的事情 也不知道如果發生了是不是還能夠再站起來 在醫生允許肢體衝撞後 開始進行全場實戰訓練 有好幾次Ford被從空中撞倒疊坐在地上 一開始他嚇壞了 甚至發出尖叫或痛哭 Lucas只說 誰都不能拉他起來 讓Ford自己站起來 就這樣一次 兩次 三次 重複了不知道多少次 倒在地上不知道多少次 Ford終於戰勝了他的心魔 身心靈都準備好 面對下個賽季的挑戰 雖然此時的Ford已經入行了兩年 但實際上他有一年半以上的時間都是在養傷 星球級的第一場比賽就是一個重量級的挑戰 公路做客費成76輪隊 Ford將看同樣身高不高 但是速度飛快的MVP級後衛 Alan Ipherson正面對決 已經好久好久沒有打正式比賽的Ford 表現得十分優異 在正規時間終了前 將球傳給了外圍埋伏的當家射手Michael Ray 投進追平的三分 並且幫助球隊在延長賽拿下勝利 Ford的整場球賽切入吃到的拐子及碰撞一次都沒有少 但是他都挺過來了 全場拿下16分 14次助攻 9籃板 只差一個籃板就能完成大三元 知名球評7A Smith甚至說了 Ford是我第一個見到 讓Ipherson感覺有些遲緩的球員 也由於Ford的苦練外線有成 他的投籃命中率及三分球命中率 都寫下了從大學以來的新高點 不靈光的三分球甚至提升了超過10個百分點 原有的閃電搬切入速度 及充滿靈性的傳球 再加上外線 讓人對Ford充滿了期待 只是可惜的 在Ford受傷時找來救火的Mo Williams 表現也水漲船高 讓公路隊不得不在兩人之中做出抉擇 最後決定留下身體狀況比較好 外圍投射也比較穩定的Williams 將Ford交移至多倫多暴龍隊 Ford在公路隊的最後一個賽季 及在暴龍隊的第一個賽季 都出賽超過70場球賽 是他職業生涯三個出賽超過70場球賽中的其中兩個賽季 看起來已經漸漸遠離傷痛困擾的時候 在2007年12月11日對上勞鷹隊的比賽 惡夢再次席捲而來 Ford在一次快攻上籃中 被Airhofer朝著頭部直接一掌用力的往下扒 當下失去平衡縱摔在地 Ford只記得在他上單價前是完全無法動彈的 這是第三次經歷這種事情 如果是過去 Ford會想盡辦法用最快的速度回到球場 但是這次他甚至有了該放棄籃球了的這種念頭 畢竟能做的他都做了 醫生要他動手術就去做 醫生開的附件表也照做 所有給的任何指示 Ford都照著做 只為了避免再發生現在這種狀況 但是還是發生了 Ford回到休斯頓養傷 並且也與將Lukas一起待上了一個半月 Lukas再次給予了相當多的幫助及建議 不論是生理又或是心理上 Ford再次鼓足了勇氣站回了球場上 但是在他缺賽的同時 球隊的第二控球Yosei Kadron 打出了身價 高命中率及高的變態的助攻失誤比 也讓Ford在這個賽季結束後 再次找到球隊揮氣 到了六馬隊 除了第一個賽季表現正常以外 後面兩個賽季都殷商打打停停 分別都出賽不滿50場 在他打打停停的同時 球隊又竄出的Darion Collins 完全取代了他在球隊中的定位 合約結束後 轉而和德州家鄉球隊聖安東尼奧馬斯隊前約 Ford只要能夠上場 都開始能夠維持穩定的攻速 但是身體太常出狀況了 脊椎 脖子 背部 這些算是職業運動員的命脈 其實他早就有想放棄籃球的念頭了 但是又無法離開 因為籃球給予了他現在擁有的一切 甚至可以說是因為籃球才有了現在的他 一直到2012年3月7日 對Ford來說這是他籃球夢的終點 在一次增強籃板中 Ford被Baron Davis以手肘撞擊到下背部 他硬身倒地 再一次的完全無法動彈 心底想的只剩下 我會癱瘓嗎? 我還站得起來嗎? 我的小孩怎麼辦? 他知道這次就是最後一次了 這次真的該離開了 醫護人員想叫單架過來 Ford直接拒絕 連後來球團人員推著輪椅過來 縱使已經痛得面目猙獰 Ford也是揮揮手示意不需要 起碼這次他想要靠著自己的力量走出球場 起碼最後一次 要留給球迷的 不是被單架抬出去的樣子 球團人員將他拉起來 卻因為身體無法保持直立 而馬上倒了下來 最後用盡了所有的力氣想辦法撐起身體 在摻扶下一步一步的慢慢走進了休息室 這次真的是最後了 Ford退休後 專注於他的基金會及教導家鄉的孩子們打球 用籃球告訴孩子們做人處事的道理 並且也幫助了不少的小朋友拿到大學的獎學金或進了更好的學校 這些對Ford來說就是他人生的心動力 記者曾經問過Ford 如果知道職業生涯會以這種方式結束 你還會選擇籃球嗎 Ford說 會 不論再來幾次 我都會做一模一樣的選擇 因為我所經歷的種種 才造就了現在這個我 Ford9年的職業生涯只出賽了429場 平均起來一年連50場都不到 因為傷勢破裂了他的潛力及天賦 其實一般人可能在第一次經歷那種下身麻痹 無法動彈的情況下 就會完全放棄了吧 Ford為了他最愛的籃球努力的堅持下去 卻始終逃避不了腰椎罐狹窄症帶來的影響 不過或許就像他自己所說的 他不會後悔 因為經歷了這些事情 才有了現在的TJ FORD 我是馬古 大家晚安 我是馬古 我會想你們看 我會想你 你會想你 你會想你 感谢观看